普通朋友能给你拿一万块钱吗 就不打本都不打 就给你拿一万钱 啥意思 他之前要开餐厅 谁开餐厅 他要开餐厅跟他朋友 然后那女孩那给他拿了一万块钱 他要开餐厅也没跟我说 然后后来就已经开餐厅开始 我肯定问他那钱是哪来的呀 然后后来告诉我 是那个他妈那拿了点 那女孩给了他点 那有时候干嘛不找我接 去找别人接呀 我是女朋友还是她是 那就是我朋友要开个火锅店 就叫我给他投点钱 说会给我分一点红 然后我就回家跟父母商量一下这事 然后就是那女孩我说过 她也来我家吃饭 就我她离家我家很近 我父母总叫她 然后就餐桌上就商量这件事 我父母也支持我呀 就给了我四万块钱吧 然后那个女孩也在桌子 她也听进去了 她就想支持我 然后她给了我一万 女孩总去她家吃饭 就你们就已经 你们两家都快过上日子了 你还找我干什么 你们去过日子不就行了吗 那我就觉得她就是我一个朋友 这是我父母喜欢的事情啊 哎那你干嘛非要跟她过呢 你走啊 我之前跟她提过分手呀 但是我一个人提分手 她就是又哄我又干嘛的 就上次我跟她说分手 她在我家楼下站了三个小时 过来哄我 三个小时你就下去了 我心软嘛 那你今天来要干嘛呢 她之前就总是哄完她妈哄我 她妈那哄开心再过来哄我 我就不想再这样了 我就不知道她现在到底怎么想我俩 你到底怎么想 我喜欢的还是她 那可能就是我父母觉得 我和那个女孩更合适 但是我只是把当朋友 当妹妹 那个女生觉得你合适吗 这个我不知道 说实话 真的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感觉 那女生喜欢你吗 感觉会有一些意思吧 你女孩肯定喜欢她呀 你知道我看见那个 旅游照片的时候吗 她就那女孩发的什么呀 还配了一句歌词 说的是我们在大草原的湖边 等候你要飞回来 那下一句就是 等我们长大之后生个胖娃娃 人家都要给你生胖娃娃了呀 怎么不喜欢你啊 那人家就在微博里 发了个照片配个文字 她说你也知道那文字就是歌词 你能 歌词下一句是什么呀 人都要给你生孩子了 我说照片的内容是什么 就他们出去旅游的照片 他们去内蒙古去草原了 哎呀好尴尬呀 人家两家走了 你在那看微博是吧 对我还不知道 我还看微博我才知道 我男朋友出去了 那你说我在家里多难受呀 我还找不着他 那可不是吗 那怎么办呢 要娶他吗 我还是喜欢他 我问你要娶他吗 这个我还没有想过 没有想过 结婚这个事情 好好好没有想过 没想过是吧 对我觉得我现在的年龄 还不适合结婚对不对 对我觉得男人三十而立嘛 三年以后是吧 对 是娶他吗 这个谁也说不好 这个谁也说不好 那就答案已经 就这样了 姑娘听懂了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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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谢谢大家